这是亚洲第一毒村 3000多名武警战士雷霆出击 570多辆警车连夜奔袭 简直跟防恐演习一个级别 整座村子里的武器装备 能够轻松攻下一座城市 村长更是牛的厉害 一通电话就能让市长随叫随到 那么这个小小的博社村 究竟有多厉害 为何能让警方如此大动干戈 在广东一个偏远的海边小村庄博社村里 几乎每一家每一户都在制毒贩毒 整个博社村犹如一个暗无天日的地狱 里里外外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味道 这一晚 3000多名手持真枪实弹的武警 悄无声息地包围了这个村庄 570辆警车在村子四周待命 两架直升飞机盘旋在村子上空 这场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 扑袭亚洲第一大毒窩 一举歼灭这个横行乡里多年的毒品帝国 多年来 这个毒窩几乎垄断了全国三分之一的毒品市场 是真正意义上的亚洲第一大毒窩 要想根除这个心腹之患 一举端掉这个毒窩 广东警方可谓吓得血本 这一切要从20世纪90年代说起 1997年的一天 广东省汕尾市博社村来了两个身着闽南传统长袍的陌生人 他们找到了这个村子里最富有势力的人物蔡东佳 请求租用一块空的一个月 蔡东佳本就是这个村里的大头 手握着村里最大的钱袋子 也就大方的答应下来了 一个月后 蔡东佳如约收到了这两人给他的20万元租金 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好奇心驱使蔡东佳打听这两个人的来历 原来他们是制毒团伙 在博社村临海制造冰毒 仅仅一个月就制造了500多公斤毒品 价值上一元 蔡东佳意识到 这是条捞钱的好途径 在利益的蛊惑下 他主动联系这两人 希望能长期合作制毒 自此 博社村此后迅速发展成了一个制毒帝国 蔡东佳运用自己在村中的势力 收买包括警察在内的各级官员 暗中提供制毒原料 并负责联系下游销售渠道 在他的操纵下 博社村的毒品产业链日渐成熟 完善 村里很快就形成了约某60人的制毒团伙 其中20人负责购买毒品原料 他们四处与原料提供商联系 用高价收购麻黄草等原料 另有10人负责运输工作 他们驾驶改装车辆 采用不同路线避开检查站 将原料运送到博社村的地下工厂 有20余人负责监工 指导村民按照标准流程制造毒品 这些监工都有着丰富的制毒经验 能够确保产品质量 村里其他不参与制造的村民 也会在警方突击时进行干扰 制造混乱以掩护制毒人员 制成的毒品在由10名销售人员 带到全国各地贩卖 他们熟悉毒贩网络 采取变换街头地点的办法 避开警方监视 将毒品销售得到国内各个角落 在这个庞大的制毒体系运转下 一批批毒品源源不断从博社村 游向全国各地 供应链运转效率极高 短短几年时间 这个小小渔村就靠制毒发了大财 村里到处是豪宅和跑车 然而环境却越来越糟糕 皆因制毒污染所致 为了长期稳定经营毒品生意 蔡东佳利用自己在村中的势力 四处收买官员和警察 甚至后来当上了村支书 在她的操纵下 博社村的毒品帝国迅速扩张壮大 几乎家家户户都卷入其中 村民们公开制毒 贩毒 甚至还在村口张贴 禁止乱扔制毒垃圾的告示 毫不避讳自己的违法行为 1999年 警方对博社村进行第一次击毒行动 蔡东佳为了对付警方 开始在村里大量储存武器弹药 设置天罗地网的监控 培训村民进行反击毒的训练 他们将AK-47等武器藏匿于家中 有的甚至还制造了土炸弹 以防警察突袭时反抗 村里的年轻人更是抱团尾随警车 一有风吹草动 就第一时间起哄 阻挠警察的行动 随后十几年间 博社村从一个小渔村 发展成为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的 亚洲第一大毒村 制毒已经成为村民的主要谋生手段 孩子放学回家不是写作业 而是到工厂帮忙称量毒品 挣外快钱 许多孩子为了赚更多钱 干脆辍学在工厂里当长工 毒品给这个村子带来了暴力 也让这里变成了地狱 村子里到处弥漫着刺鼻的化学气味 水源被严重污染 村民不得不从几十公里外拉肮脏的水来饮用 曾经绿油油的田野 已经因污染无法再中任何庄稼 随处可见的注射器头 无声控诉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村里许多年轻人都染上了毒瘾 他们无家可归 整日靠吸毒维持生计 孩子们玩耍时 无意中捡到针头 却把它当作了玩具 村里频频有人因吸毒过量而死亡 但是没有人会过问 一切就像没发生过一样 本该简单快乐的村民 在毒品的引诱下堕落堕落 村子里弥漫着一股绝望 和令人窒息的死气 蔡东家为了金钱和权利 不惜毁掉自己的家园 这个整洁美丽的海滨渔村 变成了人间地狱 这种混乱局面 终于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重视 当时1999年突击结束后 警方无功而返 2011年 博社村再次被列为重点整治区 这次公安局采取更为秘密的行动 直到突击前一刻 才通知执行警力 然而蔡东家运作的警戒网络 依旧发挥了作用 整治再次失败 针对博社村异常强大的犯罪力量 公安部不得不重新评估对策 他们意识到 通过常规手段 很难端掉这个犯罪集团 必须想出更为周全的计划 才能一举歼灭这个心腹大患 此后 公安部开始谨慎部署 并摸索出了一个新的突袭方案 2013年 公安部决定对博社村 进行最后的死亡一期 必须采取果断行动 将其一网打尽 为避免惊动蛇伏的猛虎 这一次 警方决定假借军事演习之名 采取出其不意的袭击战术 12月28日傍晚 3000名全副武装的特警 突然进入博社村 将整个村子围的水泄不通 村边的海面 也被快艇和军舰封锁 为避免蔡东家的电话 召集村民反抗 特警选择深夜行动 凌晨4点 雷霆行动正式开始 手持盾牌 电棍和冲锋枪的特警 迅速控制住村子各个重要路口 切断犯罪分子的退路 随后 数个特警小组 分头突入罪恶分子的住处 蔡东家的堂弟蔡明 被特警用大型破门器 轰开铁门 紧接着闪电般冲入屋内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房门被轰飞 睡梦中的蔡明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特警死死按在了地上 特警很快在他家的每个房间 搜出了成墩的冰毒 海洛因整栋楼都成了藏毒仓库 特警还在蔡水深家将他制服 这位毒销见识不好 拼命反抗 还把七小户在怀中 试图与警方对峙 随后特警迅速将他双手反抗 连拉带拽地将人带走 与此同时 在前往惠州营救自己弟弟的途中 大老板蔡东家 也落入了警方的天罗地网 在高速公路上被抓获 至此 代号为雷霆行动的死亡一击正式结束 这个横行乡里十多年的毒品帝国 在一夜间土崩瓦解 在这次行动中 警方共捣毁77个制毒工厂 缴获大量毒品原料 成品和枪支弹药 并抓获182名主要制毒人员 更令警方震惊的是 几乎家家户户都藏有枪支弹药 这完全就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制毒据点 但我们不能因为歼灭一个毒窝 就松懈大意 毒品的危害无处不在 它不仅摧残人的身体 更进毒意志 使人迷失自我 甚至走上杀人犯罪的不归路 2008年 一名男子吸食大量K粉后 在街头活活砍死自己的妻子 2013年 一名男子吸食冰毒后 劫持三岁女儿与警方对质 2010年 一名吸毒男子追杀女友后 又在街上随机砍杀行人 还残忍杀害自己的父母 这种事件比比皆是 毒品犯罪分子就隐藏在我们周围 他们不遗余力地 引诱着无知的人们走上歧途 继续为这条罪恶产业链提供养分 2016年1月7日 博舍村头目蔡东佳被判处死刑 这个曾经骄傲嚣张的亚洲第一毒村 至此成为历史 随着主要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 博舍村重归平静 到处弥漫的毒品气味逐渐消散 村民们将违法建造的豪宅拆除 清理制毒遗留的废弃物 政府还在村子周围栽植了大片林木 遮挡住海风 种在这里的庄稼 也终于可以正常生长了 不得不说 博舍村的覆灭警示我们 利益的诱惑力量是何等巨大 它能迷惑人心 让人走上邪路 同时 法律的刑罚力量也是何等强大 它能震慑人心 让罪恶烟消云散 这个世界需要正义与善良之力量 战胜贪婪与罪恶 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为此共同努力